每年的暑假,湖南卫视都会热播爸爸去哪儿,向往的生活等节目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,节目的播出将人们的目光推向了农村生活,农村自由自在,慢节奏的生活,让大多数厌烦的城市生活, 那人们充满了向往,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向往农村生活,生活在令人充满向往的农村的人们拼命努力往城市发展,这真的是个有趣的现象, 其实我想告诉城市里的人,农村的生活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好,你们知道吗? 节目里的快乐农村生活基本都是为了节目效果,又或者说只是一两天的星期吧, 让我这个农村人给你们讲讲,那些真实的,你所不知道的农村生活,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没有家庭背景,没有家庭条件, 想要走出农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读书,农村教学质量差,教学工具落后,师资力量少,农村的孩子要付出比城市孩子, 多的多的努力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,即使是取得优异的成绩。 毕业后找工作又成了这大难题,没有家庭背景,面试四处碰壁,在农村读大学的孩子,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 还有一部分高中甚至是初中就硕学去外地打工,没有文化,没有技术,只能干最累最脏的活, 比起城市里的人他们要辛苦太多,城市里的孩子就算是寵学,也有资本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, 甚至是闲待在家里,所以生活在农村,想要有个光明的前途是真的很不容易, 农村现在变成了留守村跟空巢村,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物工或者读书, 留下了年幼的孩子跟孱弱的老人,孩子生并没有父母的关怀,老人生并没有儿女的照顾, 当城市的孩子还在父母的怀里撒娇时,农村的孩子已经担负起, 照顾爷爷奶奶弟弟妹妹的重任,一边学习一边包了家务, 当城市的老人在跳舞喝茶下棋时,农村的老人可能身患重病,却还要照顾孙子孙, 城市的孩子是幸福的,他们拥有比农村孩子更快乐的童年和更多的父爱母爱, 我们的父母也都没什么文化,不像城市里的孩子的父母是公司高层管理, 月薪一万多单位,我们的父母挣的钱是汗水钱, 无论多苦多累也坚持工作,他们要养育儿女,要孝顺老人, 孩子一时做行读书需要钱,要人生病也需要钱,两头都是重担,休息不得片刻, 孩子考上大学,父母开心却也多了个负担,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, 父母开心却又难过,离孩子又远了一些,孩子在城市, 父母在农村,孩子要娶媳妇,父母拿出多年的积蓄给孩子结婚, 孩子在外地工作生活,父母就成了空巢老人,父母辛苦了一辈子落下一身毛病, 甚至有些父母怕自己给孩子造成负担,在该安享晚年的时候还出去工作, 父母真是苦了一辈子,虽然农村的医疗水平已经有了提高, 但还是远远落后于城市,在农村如果发生紧急意外, 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最少要一个小时,来回则最少两个小时, 也许等到医生的治疗,早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, 而辛苦劳累了一辈子的农村人, 基本到四五十岁身体上的毛病就开始跑出来, 农村的医疗水平如此落后,人们经常面对疼痛, 疾病无可奈何,看到他们痛苦的脸庞,却什么也帮不了, 请带你看三农,扶贫达人再行动警。